可能很多人会感到疑惑 像是武汉或黄岗等城市的封城 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封闭式管理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所谓的封闭式管理 就包括了非住户不得进出社区 以温州市来说好了 因为疫情严重 还规定每户每两天 只能够只派一个人外出去采购 而大陆的专家也认为 控制传染源 还有切断传播途径 保护疫感染的人群 是目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1月23号上午 武汉汉口车站旅客塞报 大陆记者记录着 武汉肺炎的重灾区正准备封城 现在十点钟了 十点整 现在十点整 闸口的工作人员 站在闸口处 站在闸口的正中央 正在进行一个排列 刚才我听到工作人员说 已经要封了 时间一到 大陆武警强硬管制 高速公路杂道只进不出 包括路上行驶的 以及天上飞的 除非有特殊状况 否则阻断一切内外交通 封闭这一蔓延开来的病毒 控制车严严 确定转播毒性 保护与干人群 这三句话 对这个转量病爆发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 我天天在贯彻 各个省发病的情况 如果一旦 各个省有第二点病 我就是继续 武汉车的人还是传给其他人 那就必须控制武汉出来的人 城市像是被按下停止播放键 武汉是封锁了 但接下来周边县市 包括了黄岗 孝岗 荆州 纷纷沦陷 疫情数字失守 甚至扩及到其他省份 广东 浙江 河南也成为重灾区 当入全境内都有确诊案例 是封城没发挥作用吗 那么春节的因素或者是旅行的因素 大概将近500多万人离开了这座城市 那么还有将近900万人生活在这个城市 500万名武汉人早已离开这座城市 多少人可能是代言者不得而知 尚未遏止的疫情 湖北省2月7号再宣布封村 要求村一村之间只允许留一条紧急通道 其他道路一律封闭 湖北农村的物资将由专人集中采购送货 减少居民外出频率 关于农村疫情防控措施 抓时抓细抓落地的紧急通知 通知要求 各地务必要在今晚6点前 组建充实村社区疫情防控工作队 这支队伍要做到疫情一天不结束就一天不解散 擅自离港要严肃处理 从村与村之间到城市与城市间 禁止往来 避免疫情失控扩散 但紧接着春运结束 反工人潮回到都市工作 各地政府开始实施软硬程度不同的管控措施 进出社区测量体温 查看居民出入证 定点定时全面消毒清洁 北京社区正开始实施封闭式管理 北京市西城区已经组织全区15个街道 259个社区的街道干部 社区工作者 社区志愿者 公安民警 共计8900人次 对辖区内的外来人员展开全面的排查 根据大陆交通部公布 今年1月10号到2月1号 春运前23天 大陆陆海空运累计载运旅客量 比去年下降了24.2% 但依旧有12.7亿人次 也意味着这些人反工后 对疫情将更加严峻 如果我们能够错峰 能够居家办公 从疫区回来的人群 我们不少地方也把它隔离的观察14天 采取这些措施 我想都是对我们传染病的防控是有利的 大陆科学院2月7号在中国科学报 发表一份15天中国城市疫情危险系数排名 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挤进前几名 因此不少地区开始实行 封闭式管理和社区防控 国安出动烘拍机宣导将人潮赶回家 随着春运温州造成群聚感染 因为大量温州人在武汉经商 温州市宣布人员管控措施 每户每两天只能只怕一人外出采购 紧接着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地 同样被称为大陆私人企业摇篮的杭州市 也宣布对外来人员车辆管控 封闭高速公路出入口 公共场所也一律暂时关闭 就连古都南京市也实施社区封闭式管理 非社区人员一律不得进入 因为这个很关键 如果说我们社区如果管控不好的话 那可能就是一个是数型疫情 就会有可能变成一个扩散 然后成为一个自己内部产生的感染 二代感染或者三代感染 那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 专家认为疫情要有效控制 必得从源头管控 目前没有人能正确预估疫情高峰期 就看各地封闭式管理与封城 能否发挥作用 TVB新闻综合报导 105 particular拥索绩 105�ون z333 5cı bet